曾經代表著手機界的最高科技 每十部手機就有四部是他們推出 我們今天就來講講Nokia 這位過去手機界的巨人 是怎樣被Apple這位巨人打敗 怎樣變成今天手機界的諸語 而除了介紹Nokia的經典手機 同時都會來測試一下 有手機界均武地位之稱的3310 到底有多堅固 這個高度大概一米半 我們現在就來試一試它 已經得到這個物主的同意了 My pen is blue, my brand is you 今集牌子的東西要介紹的就是 不如唱給你聽吧 時間回到2007年 當時Nokia的市佔率有三十幾個% 雖然比不上1993年當時的40% 但都是一個很誇張的現象 粗暴地比喻就是每十個有手機的人 有三個都在用Nokia 而大家對他們的記憶也橫跨半世紀 從50後到00後都認識它 但自從2008年 Nokia的市佔率就每方月下 為什麼? 你知道的 不就是因為你手上的iPhone 它是不是太不如是定進了? 今天很多人評論 Nokia的失敗 是因為不思進取 故步自封 事實又是這樣嗎? 講iPhone到2021年 市佔率都只是27.3% 如果一家公司不思進取 當年又怎樣做到市佔率三十幾 40%呢? 怎麼說都好像說不通 所以我決定帶大家回到150年前 去看回Nokia的起家史 芬蘭在Nokia的故鄉 當時是1865年 創辦人以諾基亞河為名 開了Nokia這家公司 當時不要說手機 連電話亭也不多過 所以當時的Nokia 其實是一間伏木廠 紙張廠 這一卷就是Nokia出的刺紙 你有用過嗎? 除了刺紙 Nokia 還好進取的擴展業務 搞過塑膠 搞過Cable 你看看這對Boot是他們的 這些車輪是他們的 電視是他們的 連子彈都有他們的份 Nokia 的業務多姿多彩 至於做電話的契機 又是何時出現的呢? 沒錯 就是因為二戰後 資本陣營和共產陣營對立引起的冷戰 冷戰期間 芬蘭夾在這兩個陣營之間 需要強化自己的軍事力量 芬蘭國防部就委託Nokia 開發生產軍事科技和其他通訊科技 好像這部軍用無線電台就是Nokia的出品 而其實他們的第一部手提電話 就是這部有22磅重的東西 雖然真的可以手提 但主要其實是放在車內用 近似系列的Nokia Topman 320F 還有出現過在轟天炮裏面 至於真正意義上的手提電話 就要講到這部Cityman系列 連蘇聯領導人哥爾巴喬夫都是他的粉絲 藉著GSM的技術發展 手提電話終於進入2G年代 這個時候Nokia就推出了這部1011 他是Nokia第一部採用GSM900系統的手提電話 不像大哥大 他都方便塞得下三袋 這位是Matthew 一個會收集Nokia 懲迷90年代香港生活的90後 以前MM在700萬種生活內訪問過他 今集再請他來講一講他的電話收藏 在90年代 當時Nokia的CEO就決定收集業務 將資源大量投放在手提電話 才有後來Nokia在電話市場的百花齊放 製造了這麼多集體回憶 我會想起好像一個鈴聲 這部210 都是越來越多鈴聲 電話簿越來越多 還有大家聽到的經典鈴聲 都由這一部開始走推出來 其實這段鈴聲本來是來自西班牙音樂家 佛朗西斯科塔雷加的華爾之舞曲 1993年Nokia的副總裁 安西雅諾基 將二壽個介紹給他同事 奴利基韋寧 兩個人決定選定其中一世段 作為Nokia的零星 他都分幾個版本 例如這款2110第一代就是 相對地比較尖 90年代尾或者千禧年初 就開始轉用 就比較上開始柔和一點 去到再上一步的數碼年代 就開始有 大家最熟悉的版本 這個就是 除了零星之外 最多人說的就是 我想起《貪食蛇》 因為小時候 拿過哪個大人的電話 玩過《貪食蛇》 然後用一個很小的十字按鈕 去玩一個很小的魔遊戲 我覺得很難度很高 80後、70後都相信 會比較熟悉這一部 這部就是Nokia 610 越來越小 控外線傳輸 以及大家最熟悉的 《貪食蛇》遊戲 世界上第一部 這樣的控制很難玩 其實《貪食蛇》本身 是一個原始1976年的街機遊戲 移植到Nokia之後 就更加多人認識了這一款遊戲 但說到真的最多人記得的是 講起Nokia 你第一樣會想起什麼 Nokia 3310 第一樣會想起它的硬度 真的很硬 所以就是Meme一直都在玩 例如《Pokemon》有個叫鐵甲蛳 人們放大它就是一個很小小的 Nokia 3310 以及雷神的錘也是3310 一個錘子被人開鎖的Meme 然後人們的Drop Test 全部放進去 軍事級配備 好像怎麼掉都不爛的一部手機 好 那這部3310大家都知道很堅固 這個高度大概一米半左右 我們現在就來試一試它 已經得到了這個物主的同意了 反正你也扔不爛 喂 散光了 散光了 為什麼 不是很堅固的嗎 沒事 最緊要 最緊要看開不開到機 我真的扔中了一個螢幕 還可以的 OK 正常 正常 3310 堅固 跌3310以來 我都沒試過 好像阿京一樣 跌到連螢幕都散開了 反正你也扔不爛 蓋起來也用得到 那我們現在就來找了 上次跟我們合作過的啦啦隊 來做這個3310測試 因為剛剛那一段 我只不過是一個米半的高度 現在藉著啦啦隊 捧高人的動作 應該可以達到4米的高度 你有沒有聽過他的大名 就是3310 有 你這麼年輕也有聽過 這個子彈射不轉的 子彈射不轉的 交給你了 紅7線 好 預備 好 3 2 1 好 先去看 好 先去看 好 先去看 有什麼 試一下 神聖的一刻 有沒有穿到 有 啊 有穿到 有穿到 你欺負過 剛剛沒有 在啦啦隊的4米高度測試之下 3310都成功生還 如果到近20米的高樓 扔下去呢 不可以的 會被人抓的 更高的實測我就怕犯法 就不敢在香港試了 但網路上已經很多人試過很極端的測試 用坦克輪在900呎高空扔下來 用水煲它在大部分測試下 3310都成功生存 除了剛才Matthew 說到的加入電話簿功能 紅外線傳輸 還有好像是細細部但有完整鍵盤的6820 有手寫功能的6108 螢幕可以打開可以雙向旋轉的6260 全部都是當年最暫身的科技 當然有時它都會走歪路 就好像這部Engage 因為當時遊戲產業越做越大 PS2、Xbox大賣 而Nokia就看中了首題遊戲市場 以Gameboy Advance為假想敵 推出了Engage這款可以插遊戲卡 還可以在他們網站買機 電話遊戲二合一 但因為不夠任天堂多遊戲 概念又太前衛 加上還有設計不良的問題 它Kent同樣是放在這兩個位置 你說電話是要這樣說的 相對地看上去比較奇怪 所以都是沒有那麼成功的作品之一 很快就宣告失敗了 但總而言之 Nokia這麼積極推進自己電話的科技 又為何會在Smartphone年代輸給iPhone呢 大家看看 在iPhone推出之前 當年的智能手機全部都保有實體案件 但iPhone的出現 就改變了以後所有Smartphone的設計 市面上根本沒有Apple破格 大家看到iPhone那種未來感 是大家本身沒有想過會出現的 一部電話可以只有一個平整的螢幕 但做到很多不同的功能 例如iPhone蘋果這樣出現的時候 它試了一些革命性的科技 其實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 早在2004年 Nokia就有員工做過一部有上網功能 有線上商店 有大螢幕 有touch screen 的手機 聽起來跟iPhone有點相似 但就比高層說成本太高 擱置了 如果當初有出這部機 或者就不會被iPhone打敗 但輸給其他品牌 就是另一個故事 在2011年 Nokia就決定不再發展自家的Symbian系統 而當Samsung HTC Motorola Sony Arison 其他品牌都加入了Android陣營 他們就決定跟微軟走在一起 是威系細地發佈了這一部Lumia Nokia 但因為生態系統不夠人豐富 又似過人入場 設計又沒有過人之處 而去到2014年 微軟還收購了Nokia Nokia自此宣布不會再生產手機 而唯一好像繼承了Nokia的Microsoft Lumia 亦都在2016年宣布停產 可想而知用微軟系統這一部 是一個多麼錯的決定 隨著這個錯誤的決定 Nokia亦都在市場上慢慢消失 去到5230的後期 它系統又不生性 直接導致Nokia好像有一種頹廢的狀態出現 去到Lumia年代 但就在2016年的5月 微軟出售業務 Nokia將手機和平板的品牌使用權 獨家授予給新成立的芬蘭公司HMD 重新生產Nokia牌子的手機 好像在2019年還推出過野心之作 有五個鏡頭的Nokia 9 PureView 可惜都是不賣了 不過就在今年 Nokia有種翻身的感覺 在2022年的第一季 Nokia在英國市佔路攀升上第三位 個中原因可能就好像HMD的產品行銷主觀 Nokia已經不會積極推出超過六七千元的手機 而會主打中低價位 和Dump Phone 即是老人機的款式 近年Nokia還好色玩情懷 伏刻推出了香蕉機 Nokia 8110 4G 當年極暢銷的8110 4G版 繼承當年5710音樂主題 今次還連買對Earphone給你的Nokia 5710 4G 還有大家最愛的3310 一樣都有4G版 所以都獲得頗不俗的成績 雖然它色味了很多年 但依然很多人記得這個牌子 那又是為什麼呢? 以前的Nokia是給予人一種 和打破技術界限的牌子之一 好像很多革命性的手機 第一都要由Nokia率先推出 即是你以前這些機 大家的各款造型不同 你甚至乎可以 就算同一款機都好 大家又有不同款的殼選擇 但今時今日 大家都是圍著一塊板去做人 裡面的功能 大家都好像一模一樣 可惜那個對未來充滿想像力 充滿無數可能性的年代已經過了 而或者 Nokia 再沒有當年那麼風光 未必可以再那麼風光 但作為一個橫跨這麼多代人的手機牌子 看到它今天還掙扎求全 仍然成為大家討論的話題 大家的歡樂 這個牌子的影響力 可能已經超越了冷冰冰的市佔率 和銷售額 好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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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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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